現在的時候都會疼 都會疼 要拖開的時候還會疼 這孩子這麼多分 面對鏡頭神情無奈 這名60歲的工人 在路上與年輕遊客 發生了糾紛 竟然被私人圍毆 而闖獲的四名年輕人 坐在警車上一言不發 被送往禁局偵辦 在差不多20幾隻 在機車的時候 昨天都逆向政府 現在的時候 我經過了一間車車 我去駕駛駛駛這樣就知道了 就在澎湖的馬公分局外頭 聚集了一些當地居民 他們接獲消息前來關切 究竟是哪些遊客 膽敢毆打當地民眾 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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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這群年輕人騎著機車 打算到免稅商店購物 因為騎過頭要迴轉時 擋住阿伯的坐車 阿伯按了兩聲喇叭 也出聲罵人 馬上有四名年輕人 覺得被挑釁心聲不滿 停下機車 上前理論 進而就爆發了肢體衝突 怕阿伯被打死 瘦瘦的 對方年輕人又那麼壯 對啊 怎麼打得過 昨天當時兩名服役的軍人 恰巧路過 即時上前阻止 才沒有鬧出人命 事後打人的年輕人 也向阿伯道歉 阿伯也決定暫時 不對他們提出告訴 只是擋到在先 出手在後 年輕人圍毆老人家 也實在是太過分了 這叫顏玉龍 同學過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